晚間十點多 金站等十一家關係企業 總負責人李彥廷神情憔悴 在三名律師陪同下走出地院 上午因為被警方認定失聯 警方出動逮捕李彥廷喊冤 李彥廷否認失聯 並且對於警方逮捕的過程 當下沒有拿出鞠票 證本非常不滿 向高雄訂閲申請提審 法官認為執法過程確實有瑕疵 李彥廷當庭釋放 留置理性負責人的時候 並沒有出示鞠票 且執行機關提出的高雄市衛生局 公務電話記錄 也沒有看到理性負責人 有拒接電話的情形 故認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 李彥廷被務會失聯 後來遭到逮捕 另外一名無姓被告得知後 也趕快向衛生局報到 這一次蘇丹紅事件 3月8號檢方發動了搜索 改補李彥廷相關人等 分別以二十萬到八十萬交保 檢方不符三月十號提抗告 夫妻兩個人是在三月一號閃電離婚 受到外界質疑 而對於李彥廷等人交保 檢方提出抗告 二審高雄高分院撤銷員裁定 發回高雄訂閲更審 預計十三號的十點鐘 開庭決定 初手做出一手好菜六九歲 民廚阿基師先前推出個人品牌 雞食堂 隨著蘇丹紅風暴擴大 一舉燒到他的個人品牌 包裝上有他比讚的圖片 這款川衛口水機 被北施衛生局查出 製造廠商是金福華食品下游 用到含蘇丹紅的辣椒粉 阿基師十二號晚間 也緊急發出聲明道歉 坦言進貨原料有誤 這款口水機主要在網路平臺上 賣給不特定散客 五百二十八盒也通通賣光光 現在已經沒有庫存 阿基師強調 未來在食品開發上 會更加重視各個環節 針對負責產品 經銷商的傑斯伯公司 也在第一時間聯繫後 負責協助退貨相關程序 隨著蘇丹紅食安風暴持續擴大 臺中食品藥物安全處十二號也進行 積查 掌握使用問題的辣椒粉 沙茶調味醬料超過十六萬公斤 已經售出使用超過十二萬公斤 然後這邊是我們生產的總數 就是庫存的數量 那邊是回收的 以後會再帶回收 網品旗下子公司 萬仙沙茶醬也被波及 網品發聲明指出金福華公司 生產的沙茶醬 因為原物料問題停工 蘇丹紅事件爆發時 萬仙已經在三月六號 完成全臺主要通路 預防性下架 接下來也會嚴格把關 也配合政府各項檢驗 通報措施